我等下太晚了 我也顶不住了 今天下午3点钟开播的 累死了 累死了 今天下午3点钟开播的 等下打到晚上11点钟我还打得动 你们在干嘛啊 你们在干嘛啊 我在看比赛啊 比赛 我这比赛刚开始啊 我们在今晚还有吗 有啊 现在已经打到最后一场的2B了 那应该很快吧 反正就以这个比赛为准吧 你跟那个 你跟他们两个说 你跟虎拳说 虎拳肯定在撩妹子的嘛 又不进语音 你跟虎拳电个说 跟虎拳和闪电吗 对对对 好 数据非常的豪华 你看您新加上二升可能是19点几 但是如果他将二升 弄好没 过去 199啊 对 弄好没啊 弄好了呀 怎么弄的 我把那个线插入游戏上就好了呀 你没叫那个人过来万一坐 你叫个猫 那个 那个 我之前没玩 好像就是因为那个IP冲突 9点5的军分 就是你猫和路由器的IP冲突 对呀 现在弄好了 我现在占路由器就算了 你是怎么弄 你是怎么弄的啊 之前我那个猫那个IP 我没让他重新射那个路由器嘛 所以他两路由器那个IP和我那个猫的IP一样 所以他分出 然后他就没玩了 哦 这样是吧 游戏管理业吧 要强 千寻这个人他不是说强不强吧 他是飘忽不定 他强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强 就跟阿尼差不多的 就是属于状态稳定性很差 就是特别特别飘忽不定 飘忽不定啊 就指不定生活管理不太好 作息不太好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你像我们这些 我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有时候玩久了 就容易集中不了精力 好 甩尾 再甩 两下甩尾过来啊 现在看一下1234位是狼队林青 在第三 路空现在是跳秒的一个状态 前面两个队伍的所谓的二号位啊 然后再领跑 看一下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四个人的距离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现在都还好啊 现在都还好 因为时间还长啊 而且如果你稍微追近一点的话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对抗的 那灵青要对抗的啊 感觉啊 灵青要对抗的 直接应急 明明这边并没有守内线的一个想法 还带到了悟空 那这边断空飘被带的话 那直接跳到两秒钟内啊 直接被队友带到了啊 那第一把直接拉开三分啊 第一把这个如果是维持到终点的话 要拉开三分的一个阶段 好 一个快速出弯 卡一个喷 那前面这两个人不要装到一起就行了啊 CW一个顺测ECU放过来两个单喷的延续 顺测快出 看看他用两管弹气还是三管弹气的跑法 好 两管弹气的跑法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用的是一个逆天龙神啊 逆天龙神在这第三个进阶是不怕挤不满气的 哎 就是给你这一点气他就挤满了 对吧 所以说是有讲究的啊 之前职业选手喜欢用三管弹气的跑法 就是因为其他的那些宠物他没有集气啊 1分30.4 1分30.7啊 那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比我想象的要慢了 这个成绩算慢了 算慢了 因为他在前面其实对抗不多的 嗯 他在对抗多的我对抗直接打开四分 呃 从起步 那个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然后再上一次好像也是 可能不一定是我 可能是我记错了 但我总觉得他那个道具队一上到总觉得他就怪怪的 知道吧 就没有他平时这么的爽 双杀了两次我记得 然后接速 接速的话 没挡我 就是一场同A车的较量 很快 但是被阿胜挡了一下 阿胜这把起步又杀出来了 好快啊 十二出来 悟空也紧追求在赛卡内 凌晴把悟空给卡住了啊 而且把悟空的气给卡内 既然悟空是少一整个弹气 又爽一跑 那这把又是四分了 又是四分了 又是四分了 呃 基本上感觉就没有还手之力啊 好 现在凌晴给阿胜放到了 我是因为是觉得就是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赛季啊 几乎是RSG狼队一定是能战到决赛的舞台 因为这个赛季削弱了别的队伍 好 那A技咱们先把它排除在外 好吧 好 现在是来到WEDG WEDG是我觉得这个赛季最有希望去和那个狼队以及RSG去竞争决赛名额的一个队伍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队的竞速组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对吧 上线最高的竞速组除了 除了狼队以及RSG这两个队伍就是WEDG了 WEDG是除了这两个队伍里面竞速组最厉害的一个队 竞速组最厉害的一个队 RW应该是没有WEDG是什么厉害的 短板啊 肖色跟狼队这些人打得过吗 你打得过吗 打不过 短板太大了知道吗 JCR还有哪个队 咱们一个一个分析 先看这一把 来个双侧起步 阿森怎么把把杀出去啊 这起步什么鬼啊 这阿森把把杀出去是什么意思啊 差U盘了是吧 差U盘了啊 这阿森啊 把把杀出去啊 起步他车就在前面 有时候就这么运气好啊 暴力之外 反方向顺侧 断空飘 来空喷落地 这两个人撞起步啊 这两个人撞起步啊 明明这张图非常有 非常有练度的阿森 但是明清直接上来 把明明一下子就顶开 这一下顶给我整懵了 这一点 说实话 感觉像是配合一样的啊 就是那种两个人卡一起 然后后面一个人直接晚飘 这个投票很严重啊 悟空还能调整过来 乌齐飞1分05.4 1分05.3 好 咱们继续分析 现在本上已经看到头了 这一届S联赛啊 这一届S联赛又已经看到头了 现在就是所有的队伍 全部都有致命的缺陷 只有这两个队伍没有 好 第一图是来到了阿法基地 阿法基地一个人 开的是乐青 冠军龙影使用的是一个实战基本 这一把感觉是完全就不用看了 狼队双灵跑这张地图 我不相信灵青这张地图的稳定性 可以让他把30给回复 我觉得灵青 我觉得灵青和阿森啊 两个人 至少有一个人可以跑三里 你信我 最少31吧 我就是保守估计 保守估计这把31 因为我对他这样图是了解的 但是灵青这边已经逼近阿森 我对他这样图 这就是实在 呃 但刚才上一关那 你已经马上快顶到阿森了 然后你已经自己收了一脚飘出去了 然后后面呢 31 31小吧 31小 31小 31小啊 嗯 刚才我说第二精彩比赛可能把WDDG给露了 我们刚刚总体分析了一遍以后 总体分析了一遍以后应该是 这是联赛的综合实力吧 我在我的里面的心理预期先排一个 狼队RSG第一第二名 对吧狼队第一嘛 RSG第二嘛 按照总体的成绩来 大概就是两个队伍第一第二 第三的话 WDDG吧 那这把又要21分满分了呀 呃 后面的没必要排了 后面的两个弯道 后面的没必要排了 后面的没必要排了 收尾一脚怎么回事 31.4啊 31.36啊 31.36啊 收得有点重啊 狼队RSG WDDG 后面的不用看 后面的不用看 后面不用看 那个RW排第四 RW排第四 RW排第四 对他们是连续做到了五局 但对于狼队现阶段的节奏来说 这个要么就RW排第三 WDDG排第四 要么就WDDG排第三 牛掰了现在 没有这么好打现在这个 这个赛季的比赛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可能都高了是吧 其实我都是偏 我预计偏高了兄弟们 可能打不过 打不过神 打不过阿神 不一定打得过 所以你们不要对云海付出有太大 他的期望 他要是能复出来打 我们就 看他现在到底还有多少实力 他要是 打不了的话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好啦 先看比赛啊 讲多了 然后他刚刚也 也在场景 好 这把 又是一三位置啊 然后再 然后让一个实战07.5的人杀出去 07.2 我0.7.5 0.6了 0.6了 你看你这被他拉 0.5 拉了0.3 回想出来 现在他们用了龙神 0.6很简单 还有07吗 没有嘛 我说实话 这是一手人情事故 知道吧 你不能说是把对面打崩了 还抄了影子 那我估计啊 这把应该是 应该是 两个都是龙神 这又来一个影子挑战的 妈的要是那个 那个 那个是瑞泽 你看那个那个 卦剑就知道了 瑞泽瑞泽 图外雲牙 撞了一下 那没了 对 但这把还是有一分 07.99 哈哈 全白在期待 防队又是21分的满分 而悟空在后面也出现失误 跳到9秒 现在5局105分 哈哈哈哈 操了 这属实有点绷不住 你08都跑不到 他叫你挂哥 我说实话 哥哥哥哥你个头啊 你这个没妈的 遇到个没妈的 他妈开挂 开挂把我干了 要不然我连吃四把鸡了先吧 有没有遇到小潜心 小潜心遇到了 他来拘据我了 给你送车了是吧 今天磨人吃三把鸡了 所以今天不磨人了 今天下午3点钟磨人磨到几点钟 磨到5点钟了 磨到5点钟了 磨到2个小时了 磨到2个小时了 就哪怕你1号位队友2号位都没办法 呃 命 太痛了 这撞撞死了 这一下要不疼一下 阿胜也拿不了10分 对 分数不会消失 那就证明他这把就是06的细节了 我感觉06.5真的 因为你要知道啊 霍比特啊 霍比特那个沃克是吧 他妈都05.1了 我操了好快 霍比特这张图我练度起码比国服慢一秒 我现在 直接直接让沃克上来打比赛 这张图霍比特这张图我是真不喜欢玩 全是地形弹射 好难受啊 我最讨厌这种图 嗯 妈的 这个霍比特你们要 你们要 对那个 计时有 计时有概念啊 霍比特计时已经05.1了 很快了 这张图特别快 转瞬间 20分拉 这个队 就说白了就是 被拉20分吧 就说白了就是被拉20分吧 暴力如安 哇这细节好好的阿森 阿森兰伯基尼实战1分39的 我告诉你 再私下 私下 我们我们有时候机甲 失误一下都没39了 明明这边压力很大 看他细节看得出来确实也好啊 对你看他这个细节 你是能看得出来 他有多牛掰了知道没有 但是顶住了 但说以后 哎我说看他细节 他被连带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 你笑什么呢 搞得好像我乱说一样 我觉得你没说错 我本来就没说错 我靠他们细节确实好啊 他追了追那么快 他被连带了 那有什么办法 那死人说他倒霉对不对 确实倒霉 这边一系列的节奏 0.2 但明明的节奏也很好 所以明明非常极限 我们这几个弯道明明过得也很极限 但潮了拉近了 有机会碰到看这个镜道 这么凶 我先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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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我能够干扰到 对面的一个弹气节奏 哎哎哎哎 但明星剩强了 我这个快速好快啊 一级油 没撑到喷 没撑到喷有点伤 看弹射了 这个位置先顶下 不撑 水不撑 水不撑到进阶 差进去 哎没喷 而且没喷 那宁静我雷啊 最后完之中间 一分43.48 拿下第四分也18 但这局明明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的 而且这一局狼队还是一个两分 宁静最近 宁静最近也 就是 比他两个月之前要强 强不少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啊 特别是机甲练度啊 宁静现在机甲练度 是应该是最高的职业选手了 因为宁静 呃 前阵子不是前阵子啊 最近还有吧 就是 咱们不是有个老板吗 就是每天晚上 就是找一些那个 呃 也不说每天晚上吧 咱就时不时吧 找一些国服选手跟 呃 找一些国服选手之间 打一打什么3p3啊 打一打 G10赛 打一打KOF 那宁静经常去的 但是别的职业选手 基本上不去了 就他一个人去 风宅都不去了 所以说宁静天天跟这些国服选手在打 知道吧 然后前阵子 前阵子我也约他打嘛 对不对 前阵子我也约他打 他也跟我打 他也跟这些国服选手打 就打多了知道吧 打多了越打越强了 你看其他的国服选手就没打 就一个都没有 呃 其他的其他的职业选手就没打 你又要做细节 然后又要 就就就就 就压根就没打 就是 机甲这一块啊 职业选手就 想提炼度 一定要跟这些国服选手去 去切磋去交流的 因为 对吧 数学有专攻吧 你跟一个天天玩机甲的人去打 如果你都能打得有来有回 那就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帮助 你像其他的职业选手 没了 就没有见到跟这些国服选手有交流吧 基本上没有切磋的 只有零星一个人会来打 那那有 严谨 严谨 这不是最后一局 不让都来了 应该就是单纯就是 没想着要 没想着要打吧 多交流啊 什么类型的选手 都见识过 那你的经验啊 各方面的经验就是最牛逼的 嗯 太扎心了 下一局 第七局 常规之内的最后一局 加赛 没有什么机会了 但是只能 你像林青经常也输啊 对不对 跟国服选手打 第一是机甲练度差距 第二是设备差距对吧 经常输的 经常会输的 而且 但是就是 你不能说是 你这个得了什么 亚洲杯冠军 或者你得了什么 这荣誉那荣誉的 你就 你就不敢跟别人去打了 怕输啊 怕输是没办法提升自己的 对不对 他就不怕输 他不怕输 赶上 那天问了他一下 他当时跑的是24.8 然后问了他觉得这张图最快能跑多少 最快厂下吗 厂下我觉得21应该有一部分直接选手 最近我都没跟他们打了 最近 最近我都没跟他们打了 3v1 3v1 前阵子打的多余 下波也打 最近打的少了 最近没那么多精力 自从刷了那张星图以后 我最近 尾鼻不振的 调了好久了作息 那张星图真的是把我熬死了 以后不能这么熬了 我真的是我为了那张星图熬了几十个小时 妈的气死我了 孙悟空 不过也算是熬出头了 我现在这张星图这么牛逼我操 巨他妈强 好 现在零星直接拿一手奥利娜 奥利娜是前前国服车 就是现在这是不哈雷特嘛 对吧 上一个是猴子嘛 再上一个就是奥利娜 好暴力做完 卡一下气怎么说 这边一个甩尾的 甩尾CW 一个顺测快出 再来一个小标专门 顺测 ECU WC 点票W 好 跑法 跑法是没有问题的 这几个人跑法 就看这个点了 这个点是绿野出风最难的一个衔接点 这个衔接点 为什么逼个这张图快 他就是这个地方快 其他的地方他就那样 他就是这个地方巨快 所以逼个这张图发的快 知道吧 我研究过了 还有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要出风 哇 宁静没了 哎 3秒了 你刚靠完宁静 哈哈哈 刚才一队高 这有联系吗 这没联系啊 他64万的你怎么不说呢 对不对 哈哈哈 我操好了 哈哈哈 这个拖票拖的有点太坑了 太坑了 但是说实话有点坑啊 有点坑我啊 这什么力量啊 怎么意思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那个型家的解释不了真的 2.39分那多少分啊 8分 8分 还是最高分啊 是吧 还是最高分 还是最高分 72分 那就差5分啊 是啊